太棒了 墨烧会麻会痒呢 就是血液循环 全身慢慢 现在还是冬天呢 微汗对不对 挺好的 感觉我们站在这里都没这么动 按理来说应该很冷才对 对不对 你那边挺冷的 海风 所以真的是里边的 内在的火炉打开了之后 就整个身体 其实整个外缘 它是温暖的温热的 而且这种温暖 它跟你外在的加热不一样 身体它有自己的调节度 它不会over 也不会under 就不会不够 也不会太多 它就是刚刚好 所以你看呢 全身它有点就是 包括你仔细感觉皮肤的 这些蛤毛有时候会竖起来 会发麻 然后呢 会有味汗出 但是不会大汗淋滋 它就是把毛孔打开 就向外打了很多的窗口 我们皮肤是除了肠道的 除了最大的一个排泄系统 我们其实不好的一些 瑜伽讲能量 包括一些不好的一些气体 一些味道 一些液体 像汗液啊这些 都是可以经过皮肤排出去的 这也能讲到 顺便就是 很多人就问我 冬天的时候 你用什么牌子的保湿乳 我说 除了就是这些 因为家中真的很干燥 是沙漠啊 除了就是皮肤和脖子 它真的很干燥 我偶尔用一点保护霜之外 身体是不用的 你只要一直在坚持做老密法 身体的体液完全 就是很完美的供应你的皮肤 它没有过干 也没有过于油 也没有过于丝 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感觉还比较 润的状态 这是身体自然可以做到的 就是你内在的一些 它向外把该排都排出去了 要保持着毛孔通畅 同时呢 它也是把需要支养身体的排到给你 其实这个身体创造的很精妙 它可以自给自足的 只是我们为商业 本人要加一些什么 慢慢的让他失去的这个门力 就像是一个孩子 他在两三岁 就两岁就可以自己吃饭 一直被喂 一直被喂 他真的可能到后面很大 他都不想喂 或者呢喂不到嘴米 就失去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有点玩 但是包括对孩子的教育 不要让他失去这些能力 对 对 爱你死就是这样慢慢的 就很好 就很有感觉 对 对 整个热 整个抽汗 现在这个汗还在抽 对 就会开始冒汗 然后感觉那个 末梢 然后 养了之后 妈妈都暖阔起来 脚呢 脚都暖起来吗 因为我知道你的手 肯定已经很热了 很热 分个人 很厉害 感觉 心裡你也觀察到了,真正的複製力向外推出來的話, 你看其實不是這兩邊,不是中間比較鬆,中間是更近的。 因為在兩邊它都有黏,你看向外連這些骨頭,鄉下有這樣子像散型的黏牌, 所謂的它收緊也似乎有一個肚,它要把這些整個牽扯回來, 而在中間其實是最小的一部分,牽扯的比較少。 是,你是那個Hourglass,中間小,兩邊就是太晚了。 這是身體正常的一個幅度,就像有時候連腰圍,你往上往下,它都會粗一點, 你就聊到這正正的肚臍炎中間,其實這個它是最小的,它應該是最小的一個圍度。 就像是我天生是沒有腰圍的人,不像你,不像你那樣,天生有腰圍,天生沒有腰圍,都是這樣。 所以擔心你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就是堅持第一下,或者前面兩下你就推複製機出來。 這對你向後也很有幫助。 慢慢地監理到這種程度呢,是可以,就是稍微有點,你看它沒有反胃或怎麼樣子的,都是可以練習的。 因為到一定程度的話,像很多時候便秘排不出來,肚子裡面其實很多東西,它為什麼它也是可以練習? 但是首先不會,要到這裡很差的時候練會的話,身體這些問題就不解決,是很難練會的。 我一直在看你的氣感,靜下心來,靜下心來,慢下來。 把這裡的時間,大概前面的能量會比較好,把這個時間就focus, 這樣你的大腦的其他的想法,還有你身體其他,它就會放下來。 還好沒有便秘的那些毛病,還好。 以後就不會有了,因為隨著我們年紀的增長,這些問題,如果不保持一個代謝啊,就嗎? 就很麻煩,這個年紀的增長。 這樣子保持,你至少有這個工具,它身體會自然去調節。 就是有時候不是要,就是真的往前,如果往前的年輕十歲當然是好。 有時候就是你保持到現在,這個年紀它就慢慢慢慢的,就是好像,到十年之後還是這樣,十五年之後還是這樣,或者偏差不大。 其實就是要很驕傲的,這就是很有成就的。 因為我們自然的就是真的是,其實女生從三十歲之後,整個荷爾蒙就急速地,一開始就是很緩慢上升,急速地往下去的。 就像坐,就是下坡走下坡路,這樣就急速地往下去。 對,這樣子動了,慢就好,一慢,它就,一定會動的。 但是我還是感覺,沒感覺到,它推出去,我覺得你就是慢的話。 慢,對,現在你的速度慢很多了。 慢很多了。 只是現在你覺得感覺還是不會太強,那一次因為,你雖然慢了,可是呢,它的,嗯,推的幅度沒有那麼強。 你慢了之後呢,推收回來了,推收回來了,所以呢,你就會感覺,欸,所以慢下來了,沒有問題,就是,它這樣的幅度沒有那麼強。 然後呢,你突然一往前推,你會感覺,欸,更,幅度更強一些,會更有感覺。 是因為你的往前的幅度,你突然往前,你的幅度會比你慢的時候呢,好像是,可以是差不多一半吧,差不多就是一倍。 你多了一倍往前推的這個幅度,你就會感覺更有感覺。 實際上是慢更好,它慢慢的,往前的輔助,一定不要太去在意,它會出來的。 難念的是往後的。 往後,內圈要去把腸道抬起來,要去碰到內臟的那個幅度。 不要害怕,欸,你是不要害怕,你的語音沒有打開。 所以,再次,對,再次,你關掉一下視頻之後,你的語音是沒有打開,我是聽不到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盡量問哦。 這個就徵循身體,身體會累一點,這一週難散一點,其實是會更好。 也是就是正常的,還有最後10分鐘,大家有什麼問題盡量問。 今天就是你的內圈就很好,你就去保持,一開始的,兩久,就是真空腹,一開始不左右轉,就是真空腹。 然後就有點意思,去看自己的肚臍眼,或者去感覺自己的肚臍眼。 就其他的感覺,就是肚臍眼,這一部分他也沒有收得很緊,上下都沒有任何問題。 下面呢,等下把肚臍眼收起來,下面他提起來了。 一二三, 一二三, 因為我在練習都說不了話,二二三,三二三。 一開始呢,不要去在意他實際上你有沒有達,就是你達到這個速度。 一二三,二二三,他推到什麼程度,先不要管他。 就是,就是,只要你能慢,就越慢也好,只要你能慢到, 肚臍他基本上能夠活得你的一個速度就好。 他的腰外斜肌的,你的腰外斜肌的用力就會好,你慢下來,就會好。 對,你看現在快的時候,你感覺,就是你的感覺,會更有感覺。 其實,只是說你認識那個外力用的大,把它往前推了, 所以呢,他會拉扯到你的腹直肌,就你覺得拉扯的更厲害一些,會更有感覺。 在那邊,你會有感覺。 傅兹基很厚实 慢慢 一二三 有个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 我练两次三次就热了 就前后都出汗了 然后到现在怎么就觉得 不出汗了呢 而且觉得 我的身体 因为我这个肩比较 就是有毛病 所以肩就觉得凉了呢 是什么原因呢 刚开始 练两三次就会出汗 现在练的呢 就是不出汗了 就是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出汗了 反倒是肩就是后背 就是其实就是后背 这一片 就是单肩还是后背这一片都会凉 就是这个肩 因为我这个肩有毛病 是什么毛病 是叫Freden shoulder 还是就是紧 什么样的毛病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从车的后座 我拿东西 成都一块扭了一下 然后等我生 我家老大的时候 他就 生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特别的冷 全身其他地方都不冷 这个地方总是先冷 一直到现在 快三十年了 就是总是 有时候晚上睡觉 他也能 就是说其他的地方 不冷 他会先冷 所以现在你念脑力法 也是不像前期样的 就是一念 他就出汗 而是呢 就反映成你生完孩子的 那个状态 就是念完之后 这一个老毛病 他又复发 对不对 反正 我都说 咱们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就推了两三下 就把衣服脱掉了 就热了 因为出汗了 但是现在 出汗完了以后 这不又开始继续做 待了一会儿 就现在 我就觉得我尖了 身上也不出汗了 为什么呢 一开始会热起来 一开始会热起来 就是还是 老力法会把整个身体 运作起来 运作起来之后呢 你这个 我之前不唱 你有这个毛病 运作起来之后 身体哪块弱 他就会调节哪一块 这不是大脑可以做到的 这是我们身体 他自然的一个功能 就像我告诉大家 把一边练得特别强 另外一边就自动的 不去平衡和调节 所以呢 越是你这里量的时候 Janny就有一个方法 你就越是要练 你练到有一天 这里不量的 就很有可能啊 你这个毛病就没有了 这就是叫排病反应 嗯 姨姨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这就是叫排病反应 这很正常 就是说你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地方开始冒凉气 他冒完了就好了 就特别好 哦 OK 好啊 你就比较经历 要在ABC方面 比较和很多的中医啊 他会首先检查你的这个毛病 你可能有时候都不记得了 他有反应出来 但是呢 他也会同样的一个 能检查的 他能治疗 但是是比较慢的 他没有服药 你中药还要慢一点 他是比较慢 嗯 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咦 这叫什么反应 排病 就医学上叫排病反应 因为中医 对 有的也叫好转反应 就是有的人 他在就是身体变好的过程中 他的症状先会变坏 就是他把原来他的那个 成年旧级的症状 都重新再再现一遍 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太好了 谢谢 要这么起来了 这也是你在后面会 你边碰到肋脏的一些 转动之后才会发生的 所以为什么这一个是比较重要 因为不到这一步 越次反应了 嗯 好 所以你空腹的时候多念 这个时候你需要 里边的一些帮助了 空腹多念 里边的能量 它本身要是比较足量 否则它就是质保了 比较足量 它才能管理其他部位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是比较肌肉层面的 当然那里有很多血液 但是到了 嗯 好 好 很高兴知道这一件 老师 那个我跟你申请一下 你下次能不能有一节课 给我10分钟或者15分钟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打坐的一个心得 就你上次问我 我为什么会全身变火热 我现在明白了 不是不是大脑的事 是是知识的事情 就是知识调对了 你就会全身就自己就热了 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然后允许大家的 对啊 就在中午 就在中午 你仔细走 又在中午 对我上次一直问你什么知识 我还专门给你一对一聊的什么知识 我也会觉得有时候前期这是重要的 嗯 对 爱丽丝 我听不到你说话 对你有没有打开 好 我也想听 想听对 打坐是极好 因为上次 上次他身体红 老师提出来的时候 真的好明显 有提到吗 我看一下我这个里面算是转进去了吗 你再帮我看一下啊 东西继续练 慢 谢谢 你的内圈转进去的 你说这个慢慢先转 对就是你慢 一二三 你老单里面有这个感觉的 你就 没有大问题 它就是你的腰外血迹弱一点 但是你每次要用到它 它就变强 如果你一下子太快了 你没用到它 就很久它会不变强 有点快了 不然是 不加紧 慢慢来 好 最后一分钟 这一次跟大家说再见了 下周五一开始 一准时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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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周五 拜拜 拜拜 拜拜